我们进来说update upload一个我们的VIP 那我已经把刚刚的网站做好之后 把它怎么样 再传上去 那传上去之后的话 当然一下子就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们就可以 再用那个你们的那个智慧手机 把它扫一下 这边ready to build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QR Code 那请各位也自行产生这个啦 然后 可以把QR Code扫一下 就装在你的手机试试看 第一阶段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在那个我们的config 特别是config.xml里面 已经有一个icon 也有一个什么名称 也有一个叙述 所以你传上去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config把那个config.xml载上去 并且秀出来 如果你完全没有设定的话也没有图档 是不会有的 所以以后的话 你做一个app出来 你要比较完整的 至少要有四个项目嘛 第一个就是你的名称 第二个就是你的叙述 第三个就是你的icon 所以你icon 还要 自己懂得用类似像 看illustrator 或者是photoshop 自己产生一个 如果你实在是 觉得不用太漂亮 你可以用小画家 其实也可以啦 反正就做一个图 大概70x70左右的 特别说 72x72的大小 然后呢 再加上一张 当载入的时候 比较花时间 你会有一个 你的算是什么 封面吧 露起来 就是在那边停一下 这个感觉跟 以前那个 在windows底下 有没有很多软体 一启动 他会先有一个 一个那个叫他的logo 任何的软体都有嘛 这个有点像那个 先停在那里一下 你也可以让他先知道 比如说你的公司 你的 或者你的工作室 名称等等的 可以先做一个什么 有点像一个logo之类的东西 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最后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已经完成了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 装在你的手机上 看看 OK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了解一下 这个 专案里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里面有哪一些 程式的细节